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属 到具有争端的海域 洛人萨纳还说 菲律宾正在通过外交方式处理争端 中国不需要军事化到该程度 早前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洛克哈里洛克在总统府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对此进行了发言 我们担心任何核所有核武器进入菲律宾领土 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 我们是一个无核区 东盟的接安条约也宣布整个东盟应该是一个无核区 所有国家都应遵守该无核政策 美国五角大楼该报告尚未得到证实 但是 中国外交部批评了该报告 并称其安全偏离事实 对中国的国防发展 做出了不切实际和不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始终致力于和平发展道路 并且奉行防卫制行的国防政策 其实 发展和完善主权岛礁的生活社 实施我们中国合法的权利 不管是美国或菲律宾 还是东盟都无权说三到四 长期以来 由于便利供应问题 我国南沙岛礁助导官兵淡水供应得不到保障 只能通过小船往岛屿上送桶装水 遇上极端海上天气 可能官兵们就得依靠雨水生活 因为缺少淡水 官兵们可能很长时间不能洗澡 而这种海上浮动核电站 可以完全解决岛上淡水问题 完善岛上军民生活 因此 笔者百分之百支持国家 在南海部署海上浮动核电站 改善主导官兵的生活条件 读者们 您怎么看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留下您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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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